比部門市場食材 測鱲鱼 今天我為大家介紹鱷魚的食材 Legisl 1.print 鱈魚肉 Incorpor 鱗魚了 鹽酥粉60克 茄汁2汤匙 茄膏1茶匙 茄汁1茶匙 醋4汤匙 糖2汤匙 鸡粉1茶匙 胡椒粉 鹽半茶匙 鹽酥粉 放入半茶匙 胡椒粉 鹽 讓魚餅淋上去 切魚肉的時候 刀一定要攪拌 鱼肉時 切不太長 鱼肉的距離 大少許 鱼肉 鏡去短 切下去 但不要切斷, 到最尾时就要停 用手搅拌 打平 第三片, 五片切断 盡量看到的, 把刀移动 第四片 把刀贴在下面的肉 把刀切成骨 把刀切断 第五片, 把刀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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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片, 要把刀切断 把刀切断 其他刀切断 把刀切断 把刀切断 刀切断 鱼条都要充满 炸到后才会好 准备半煲油 油温, 用鱼肉浮上去 温度浮上去 可以把鱼肉炸 把刀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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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放刀切断 让刀切断 把刀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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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会形成一段 菊花撞 鱼肉炸 不要炸 鱼肉炸 不要炸 因为很容易 撞断 鱼肉 要逐一炸 把鱼肉炸 把鱼肉炸至微黄色 把鱼肉夹上去 放在厨房纸上 吸油 把酸甜汁 倒入锅 煮熔溜糖 再用刀切断 等下 看我做是否很容易做 其实不难 在家做来请客 或是自己吃 都是很好吃的菜式 放些酸甜汁 很脆 煎尾味又很开胃 记得在家做点 也试一下 喜欢的 分享出去 还有给个赞 订阅我频道 还有给一些留言 留意我Facebook和Instagram 多谢各位收看 下次见 拜拜